3、4 很多移居了過來的香港樂手都很有才華 好像是 speed dating 我現在去見網友 或者不要先說玩音樂線 你生活都要處理很多問題 我也知道有些已經入行的樂手會飛去英國住 可能飛去香港兩、三個月 做很多秀 少了這些地位的限制 說廣東話的人頭全世界都不多 應該是7000萬港元 如果到這一刻 仍然有喜歡廣東歌的朋友 大家都要支持 Hello大家好 他是梁子凌 大家好 他就是王妍 心痛挫折 逆盡力 在英國 Busking 可以說是周圍都見到 有時在火車站 駛著琴刀就可以表演 不同年齡 不同國籍的人 分享音樂 生活都多了很多樂趣 王妍來了英國開演唱會 我知道很多觀眾 甚至你們的子女 都很喜歡唱歌 玩樂器 究竟住在世界各地的香港人 還有什麼方法 可以為廣東歌出一份力呢 今天我代大家 問問王妍 和他們的音樂班底 王妍 唱得 彈得 作曲填詞 都得 他做歌手之前 是做什麼的呢 我讀新聞題 我新聞題是要學剪片 即是很普通的 拍片剪片 阿Sir叫什麼名字 忘記了 你有什麼名字 叫什麼名字 我在維基搜尋過王妍 我發覺我們是讀同一間大學 同一波的 你是 我是零七 我是零七 你一一換一四 你真的24年 24年 對 沒錯 你真的24年 你真的24年 他計算比較差 你是誰教的 梁啟業 我也是 終於見了 我不是教你了 讀書的時候 已經想做這件事 我一直有唱歌 讀書的時候 是有Basket 我是去到 好像 我只要 明文人 才開始學吉他 因為我自己想寫歌 我想是周杰 但網上找的 因為全部都是男生的 不如我學吉他 也不想 但我沒有想到 要做歌手 出來做事之後 我真的做媒體上關的 我要做Agency 我會做Copywriter 我會做客人 那段時間就是 星期五收工 一會兒要去 整理最不少 我剛好是 跟他做我的工作 你也是為你讀書 但為何你現在做廚師 你讓我更加養 他訪問我 我開始 哈哈 哇 好帥啊 但你當時做廚師之前 你真的有學過廚 是Youtube學 哇 這麼厲害 黃賢先勁 他在大學E1的時候 自學吉他 再開始作曲 直到現在 一路自學不同的新事物 自學 因為我比較難出街 哈哈 所以我喜歡自學 我不喜歡出街 我找了一個朋友 問他最簡單 一定要懂的歌 是怎樣 他有搞過幾個 即是C、G、A minor 反而學了之後 我就已經可以彈到很多歌 那時候 我是用一個月的時間 就可以做到自彈自唱 但是那時候練到手一碰就很痛 我是回去開Youtube 追著喜歡你啊 那些歌 喜歡狂彈歌 然後你發現 你追到他的速度 你轉手指的速度都會快 雖然你不能唱得很好 你不能彈得很好 但是你這樣逼自己 就可以進步得很快 那你練幾個小時呢 一一 我忘記了 但是我練到手不能碰到的 即是你連點這些位置 你都覺得很痛 但是你是要有枕才知道 為什麼會有枕呢 是不是有枕呢 對呀 真的 沒有枕你就要再整個 其實彈結他的人 怎樣都避免不到一定有枕 對 還有左手的佔指甲 我覺得你學的每一樣東西 你是帶在自己身上的 而你學了的那個知識 是沒有人能夠支持的 來到英國 那些人都很喜歡上網自己 學很多東西 對呀 學煮飯 學樂器 你也是在上網教人煮飯的嘛 我學 上網學煮飯當然要分享一下 如果他們都想學樂器 對 他們可以怎樣準備自己呢 你先買了一個樂器 我覺得你真的花錢 去買了一個樂器回去 你無論如何 你有空都會去碰一下 因為你真的花了錢 這些就是 私奈仔的心聲 你真的有花了錢 你就不會想浪費那樣東西 通常你去學東西 你都真的切切切切切 為什麼有些人敢去做健身 除了因為健身房 設備齊全之外 因為你付了錢 你不想浪費 所以就會迫了 我身邊很多人的心態 都是 我不想浪費那塊錢 所以我就會去做運動 所以我覺得你先買了一個樂器 其實現在網絡是非常發達的 就是有很多資訊可以看到 所以就由基本上慢慢開始看 最初 你會搜尋什麼字去學 吉他 吉他 那些角色 他都會講得很好 所以你學了基本的 你就已經很快可以自賊自賊 這次黃研將三月底 在香港密發省舉辦過的音樂會 帶到來倫敦和曼茨斯特 音樂會的班底 帶了多少個人過來呢 班底我們只是帶了音樂隊 還有另外兩位樂手 就用已經移居了過來的香港人 我們現在去reversal 但是我們不認識我的 第一天 好像speed dating 我現在去見網友 Hi 他跟既然說過 他是黃研 他跟既然說過 好啊 他是黃研 他是黃研 甚麼啊 三、四 兩位現在住在英國的樂手 你們又搬來英國多久了 你們又搬來英國多久了 Hello 他們送去英國 大家好,我是Dean Spang 我們今次Blooming Underwater Life的英國站的鍵盤手 來了差不多兩年了 多年半了 香港的時候不認識的? 不認識 你都不太熟 熟了 是,熟了 開始大家分享同一瓶水了 是呀,因為我知道 離口的離口 Hello,大家好,我是彈結他的,我叫Sunny Lab 差不多兩年,中間也有很多辛酸的東西 文化差異 或者不要說玩音樂 你生活都要處理很多問題 很難得可以在這裡參與一個表演 是一個香港歌手 唱廣東歌 沒怎麼想過可以做類似的表演 你在英國做的話 對我來說很新鮮 剛剛搬來英國的時候 想不想做全職音樂人? 想的 但是想和現實是有點差距的 所以我現在半職 我這裡也有做一些運動有關的行業 兼職我就會做一些 結婚啊 結婚啊 因為我本身還有教琴、結他 我會覺得是認識多些朋友 然後你做音樂 你自己找在這間工作室裡做 其實都會更換的 坦白說 如果出去夾一下樂隊 什麼人都認識一下 你很難說不會知道之後會有什麼發生 我一來到 我和那些朋友 一於不理會 就衝進他們那些地方的人群 我們去那些地方教會 認識那些地方的人 這裡的教會有很多人有玩音樂的 他們有很多網絡 是認識到外面的音樂公司 專門接場 或者接Live Band 到現在我看到很多香港人 就算他不是有信念 他都會自動去教會認識香港人 這個是好事來的 但是第二步就是 你要自己找一下有沒有一些位置 你是在行的 你走進去那些地區 而不是去一些華人的圈 不然你只認識香港人 Hello,我是來自香港的Daniel 我是鼓手 和音樂主持人 和音樂主持人 Daniel就是從香港飛過來的 對,對,從香港飛過來的 昨天剛剛 arrived 你有沒有Jet Lad 有啊,有啊 所以我現在第二杯咖啡 剛才兩位樂手 都是你去聯絡他們 去找他們回來的 對,對 本來第一個找就是結他的時候 Sunny 我跟他很久以前在Busking 有一次見過面 之後呢就是 經過一些香港樂手介紹 這樣就串連了Sunny再介紹Vince 這樣 你們四位都在Busking那陣 慢慢認識到更多的音樂人 Busking 是不是現在入行的重要途徑呢 這個就幾年前是這樣 但是現在其實 可以Busking的地方都很有限 所以就變了網上 大家都在Instagram上 投資 所以其實Instagram 就是 音樂界的LinkedIn 經營一下 投資 我認識一些人 都真的會 在IG上 找一些新一代的 Talent 或者一些未發掘的 因為 現在一些音樂都變得很快 所以要緊貼潮流 就要找一些 不停找一些新的人合作 這樣 我也知道有些 就是已經入了行的 樂手會飛去 英國住 接著會可能 飛去香港兩三個月 做很多show 這樣 或者在英國 跟香港的 音樂人 crossover 寫歌 也有這些 少了這些地位的限制 其實也有很多 就是國際的 作曲人 都會 online 一起寫歌 也是一個 近來的趨勢 就是Zoom 寫歌嗎 就是share screen 然後Zoom 我比較少這些經歷 但是我幾個朋友 都是這樣寫 就是經常性的 我去年年底 都有來過 轉英國 上次夾的A-O 和Janice 就是吉他手 和吉他手 兩位 都會來看Lunan的場 也認識了 然後跟他們合約 其實他們都很有才華 這邊很多移居了過來的 香港樂手 都很有才華 既然在這邊 你們比較少機會 可以玩廣東歌 但我很知道廣東歌 對於大家 是有一個意義在這裏 不如找大家去玩 都很好玩 我有看你三月是蜜花神 那些衣服很漂亮 那套衣服 真的有點難挑戰 露腰 對 聽到 對 我去一點都不穩 人家已經衝了這麼多東西 你只記得露腰 不是 我去慢慢走 我知道它漂亮 所以我就 臨出前幾天 就吃雞蛋做餐 希望以上第一手的實用入行貼士 可以鼓勵到大家 無論身處在世界哪個角落 都可以像他們那樣 為廣東歌出一分力 其實我覺得很難得 之前自己有看過一些 研究 其實講廣東話的人口 全世界沒有很多 今天應該是七千萬左右 那其實你跟國語 或者英文去比較 其實那個受眾是差很遠 所以如果去到這一刻 仍然有喜歡廣東歌的朋友 或者是廣東歌的藝人 其實大家都要支持 因為是很難去繼續 因為市場根本就是小一點 所以如果仍然有喜歡廣東歌的朋友 就買票入出 我今天 Peregrini 突然間葵